Hello 大家好 我这个更新频率你们会不会很烦啊 我发现其实很多女孩子可能她本身长得比较的普通 但是一化欧美妆就特别惊艳 像眉眼间去比较远的那种五官是特别特别适合化欧美妆的 但是欧美的眼妆一般来说会比较的浓重 日常出街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自然 所以今天呢就是分享一个比较自然款的一个欧美妆容 我最近频频被我家毛抓伤 我前段时间是收到了IoA Girl 就是咱们的洛杉矶大闺女给我寄来的PR包裹 所以今天我打算全脸就用她们家的产品上妆了 首先是妆前 这个妆前是韩规质地的 触感比较丝滑 但这种妆前一般都是用来填平毛孔的 所以我就局部的用在毛孔粗大的地方 而且只需要用少量 不然的话容易搓泥 其实对于浓妆来说 诚诚说的接受度比我还要高 啥欧美妆那大挑眉啊 深嘴唇啊 她就觉得挺好看的 就上次那个牛油果的那个眼妆 就是一个绿色的烟熏妆 她让我就花那个妆跟她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她觉得好看的不行 我也是感觉这个男人很牛逼 然后用到的是IoA Girl的遮瑕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真的拒遮瑕 而且还不干 这样子均匀地在脸上铺开 我不太喜欢那种在脸上点几个点 然后用海绵蛋敲开这样子上妆的方式 我喜欢这样子一下抹开 然后再用海绵蛋这样子铺开 因为这样上妆上出来的底妆会更加均匀 这里给你们演示一下点点上妆的什么感觉啊 在这点一下 有点少 在这里点一下吧 如果我们用海绵蛋敲开的话 放慢动作就是这样子 敲一下 然后再带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带到别的地方 再带到别的地方 再带到别的地方 这样子的妆呢 其实这个点叠最后最多的量 这个点慢慢减少 这个点更少 这个点更少 整体这样子 敲敲敲敲敲 这一大块看似是整体均匀了 但是这一块粉底液的量依然是最多的 虽然整个妆确实都是被粉底液带到了 但是我们整个脸还是斑斑薄薄的 就是整个脸上的底妆 有厚有薄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化妆就是个精细活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一步中精益求精 才能那个啥 你的什么 水滴石穿 千里之滴 潰鱼蚁 扯远了 然后剩下的粉底液带到眼睛上 然后再用ILA GIRL的这个高清眼光定妆粉定妆 这个定妆粉在我之前视频里也有出现过 这个粉真的超级无敌的细 我们每次用它的时候都感觉如梦似幻 烟熏火燎的 就感觉跟置身仙境一样 动它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上妆 记得我上次说了吗 就用刷子上完定妆粉之后 一定要用这个粉扑 这样子压一压 有点压湿 在上脸之后的妆效超级的哑光光滑 真的就跟磨了皮一样的 特别特别干爽 油皮用它应该也很OK的 但是它这个粉扑确实是有点鸡肋 不过人家就39块钱 要啥自行车 调完了光之后 这个底妆我爱了 在眼状部分我用到的是ILA GIRL的 知爱系列12色眼影盘 这一次我就是想用415这个盘 配色超级超级温柔 我一直觉得这种烟灰粉加香槟金色 闪片的这种配色 又温柔又不显廉价 而且它的质地特别顺滑 显色度也很高 而且它这个颜色也太多了吧 这样试下去我能试到公二头肌上 这个试色 其实颜色是很好看的 你们看到没 就是试得有点丑 一开始还挺好的 后面就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然后这次在眼影的部分呢 我想换一个截断式的眼状 像用这一盘里的这个烟灰粉色 做第一层的平铺 这种阶段式很多人画会觉得显老 但其实是因为形状画不对 这种阶段式一定要平行于你的上眼俭的这个弧度 不能这样子画 这样子画的话 会显得眼睛特别往下搭 就会显得特别特别显老 这个眼影显色度真的好厉害 我刚刚只站了一下 它居然就这么显色 而且还很好晕 我刚刚看到一个话题讲 男孩子找对象看中什么 他们看中什么 我倒不care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找对象 特别容易误入歧途 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 老感觉自己特酷特理智 每次分析别人问题的时候 头头是道的 这那这那的 然后一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又扎瞎 特心软 说两句好听的话就跟着走了 看这个晕染度 还没有完成 我觉得这个晕染效果我很喜欢 然后再沾起这个灰调比较重的 眼灰粉色 做一个加深 就通过我的恋爱阅历来讲 我现在对于男朋友 第一个就是看人品 第二个就是看性格 第三个就是看经济条件 然后把这一层给阴让开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标准 并不代表这个就是对的 就是聊一下 用一个遮瑕膏在眼皮下面打个底 我不是从这边往下做阶段的 我是从底下往上 就是为了打个底 并不是说想让它这个线条变得更整齐 打底的话 后面的浅色的珠光色会更显色一点 然后再沾取这个最浅的珠光色 从睫毛根部往上慢慢做一个平铺 我觉得人品绝对是重中之重 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 有个人如果人品不行的话 轻则就是会干出一些让你特别恶心的事 重则就是可能真的是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 所以人品这一块一定要擦亮眼睛看准了 这样慢慢暈染上去 和上面的这个深色做一个自然的衔接 这就是有结而不断的结断诗 我自己瞎起的啊 然后再继续沾取第一层的这个烟灰粉色 再眼角稍稍做一个加深 第二个就是性格嘛 性格我一直觉得一定要和 这样相处起来才会舒服 就是三观一定要一致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特别幽默 相处起来特别有意思的人 程哲叔他就是特别可爱 特别有梗 我跟他在一起以后就是 法力文和眼角文我都感觉加深了好多 就因为笑的 真的每次说话都太开心了 然后这样看好奇怪哦 哎这个眼妆晕得不错 把上面稍微加深一点点 然后再继续用刚刚的烟灰粉色 加深下眼瞼 用一把小刷子沾取这个深的烟灰粉色 点在下眼瞼的位置上 这个眼影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本以为它显色度这么高 应该会很非粉的 而且这个妆我下手也挺重的 说是温柔 我感觉画到现在一点都不温柔 看我这脸上一点非粉都没掉 再用这样的一根棉签沾去这个偏金的 一个珠光色 点在下眼瞼的位置上 所以这种棉签它折色比较精准 点一点在眼头 刚刚刷到哪了 第三个嘛 经济条件嘛 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这个经济条件 不是说要去找有钱的或者怎样的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门当户对特别重要 这个表情 就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两个经济条件差不多的人在一起 大多数情况会比较幸福一点 画一个眼线 画眼线的时候不能说话 眼线画完了 好看还挺好看的吼 然后涂一下睫毛膏 对原生家庭条件不一样的成长环境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个人的眼界啊 价值观啊什么的 都会有差异 贴爷爷假睫毛 可能是我腐朽吧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反正我觉得要说嫁入豪门 如果不是说本身家庭条件特别好的话 一定是需要你自己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点 需要人家过金睛 人家是世界冠军的 人家并不需要说嫁一个有钱人来给自己贴金 如果自己啥也不是 解破头皮也嫁进去了 后面应该会过得很辛苦 贴好爷爷假睫毛 齐活了这眼妆 然后在眉毛的部分 我这次想画一个比较有野生感的眉心 当然是细眉 因为细眉比较显温柔嘛 然后再用这一纸 我本人削得极细的一个眉笔 画出眉毛毛流 营造出一个毛流感 这样呢我们这个两边的眼妆就都画完了 然后用LA girl这个单色的灰卡色的修容色 来进行鼻翼和脸侧的修容 我们在进行脸侧修容的时候 第一笔不要怼到这个下颌线上这样子修 不要这样修 第一笔怼到这里这一块 哎呦天哪我这个死亡的角度 脖子和下颌线这个拐角处 然后慢慢地往上带到 我粘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哦 第一笔在这儿 然后从下往上这样子修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下颌角这一块的阴影 是被这个鱼粉刷子上鱼粉给带到的 这样子修容会更加自然 而且在侧面看的时候 不会有侧面感觉脏脏一团的感觉 然后剩下的这些鱼粉 再给它这样子均匀一下 那正面这边还是有一个修容的效果 然后侧面看的话也很自然 不会说看起来一块一块的 从第一笔最深的地方往下这样子 往脖子下面带一带 这一块扫开 往脖子下面带的话会显得我们的脖子更纤细 然后在眉骨这一块我想用一个阴影色 把这一块和这个眼影连接起来 会显得整个眉型更加温柔 碎毛真的太讨厌了 看这边眼睛 是不是比这边眼睛显得更加柔和一点 在腮红的部分我用到的是 IoA Girl之爱系列的四色腮红盘 这个盘我觉得每个色号都能用得上 而且特别便宜 这里我用到的是第三块 这个有点奶咖色的颜色 打一个斜向的腮红 就这么平均下来这么一大块才25块钱 量特别的足 真的是传家宝式的腮红 这颜色好温柔 而且好细腻哦 我把颜色给你们调量看一下 真的好细腻这个光泽 而且真的很好晕染 没有什么结块之类的斑驳的感觉 其实一般定妆粉定石的这个脸上啊 一般不太会有那种斑斑驳驳的现象 好看真的好看 我这个视频里说了多少就好看了 今天这个高光能用到的是 L一个这个果冻高光 这个高光我真的挺喜欢的 看哦 这里面是这种 这个应该也可以用的腮红膏 等一下我点在颧骨上试一下 真的很可爱耶 用在手臂上试一下这个颜色 有点像海面上落日的余晖的那种颜色 好看啊 再看一下这一颗 这个是一个蓝紫色的偏光的那种 而且它干了之后 看这个边界是在这里 我这样子给它搓一搓 它是完全不会晕到旁边去的 因为这个质地它干得很快 所以最好不要用手指粘去 然后拍在脸上 这样的话你可能还没有拍匀 它就已经就是扒在脸上了 所以我会用手指取一点下来 然后粘在手背上 趁它也没干的时候 快速地用海绵蛋粘去 然后拍在颧骨 这个局部的最高点的位置 那我叠加这个光泽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 用这个小海绵蛋粘去 点在鼻梁上 这个珠光真的超级细腻 那现在我们快速地涂一下口红 这个妆容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地方的小海绵蛋粘去 看起来 I'll be a cure